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根本上靠劳动 靠劳动者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以劳动托起中国梦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 海南区经济社会发展 呈现出新面貌 全区广大干部职工群众 展现出新风采 海南区的劳模们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激发起 全区广大干部群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功十三五 打赢三大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仅以此篇 献给全区奋战在 各条战线上的劳动者们 杨威在大学毕业后 就投身于乌海赛马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当中 一直以来从事生产一线工作 如今已经成为运行班职班长 他带领烧城运行四班全体员工 认真履行职责 尽职尽责完成各项任务 得到广大职工一致好评 杨威一直通过自学提升科学文化知识 努力学习岗位工作技能 刻苦钻研 他经常在班前班后 讲解安全注意事项及生产工序要领 每次把运行中发现的问题总结 找出各岗位危险隐患 用什么方法去解决等问题 都一一备注在案 杨威有自己的一整套科学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 技术业务经解决问题及组织创新的能力强 善于总结解决问题的方法 善于用自己的经验和理论水平处理实际问题 全年运行四班召开班务会高达三十六次 解决各类安全隐患点二十二次 大大提高班组工作效率 杨威始终认为 作为一名班组长 不仅要组织协调好当班工作 在困难的时候 更要身先力行 率先模范 把组员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 影响着班组成员工作热情 作为一名导员 始终在这个岗位上发挥这个 先锋模范在做作业 就是在检修中对这些 违章作业 三迷作业 严厉处理 平时每个月都在 一个月有四次安全活动 办出的 就是开展这些 进去研练 模的研练 把这个模的研练中存在的问题 在这个班务会后面总结 告诉他 今天这个研练 哪边做的不对 没有达到 我都规定了你的要求 自身这个安全意识 随着这个模的研练 跟这个应急研练的开展 港医人这个安全意识 全部都在大大的提升 包括每次班组组织 这些安全考试 安全活动 成绩都能达标合格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把工作干好 提高进化 工作中 遇到困难和问题 总是主动承担 每月组织员工 进行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不断提高员工的安全能力 和安全意识 每年集团进行观摩活动时 他和他的班组员工 放弃休息 对设备环境卫生 进行清理和粉刷工作 从来不叫一生苦和累 用乐观态度对待 把企业当作自己家一样对待 调配裤裤底秤 密封的改造 大大减少粉尘的污染 改善了巡检工的工作环境 正是在杨威和他的带领的班组 不分昼夜 进行了五次项目深透改造 才取得了现在的成功 像这样的事情 他经常做 并且与员工同甘共苦 给公司创造了无形的价值 不论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生活中 他都发挥着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坚持与组员谈心交流 他要求自己每月 至少和每个班组人员 谈一次心 谁家有男士 哪个组员有情绪 他都了无耻掌 并积极想办法 帮助解决 及时消除了 影响安全生产的心理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了班组的凝聚力 在杨威较强的工作能力下 他所带领的运行四班 仍有出现一起 因工资分配 或者劳动分工不合理 引起的纠纷 在广大员工中 享有较好的口碑 和声誉 副粒纤维是环保的 但是生产工艺 咱们在中国来说 比较落后 像欧洲 欧美国家的生产工艺 比咱们比较先进 但是他们对中国来说 比较是技术风俗化 所以说我们 只能自主研发 想通过这个研发 改变中国生产贵粒纤维的现状 李庆海 是一名生产一线的技术带头人 在工作中 李庆海努力营造 船帮带的氛围和风气 手把手地传授 各工序操作技巧 关键点 动作要领 讲解生产操作管理的方式方法 李总他在创新工作室 经常鼓励我们每个员工 调动我们的积极线 在研发方面 对于公司的节能降号 各个方面 他都是带头 引领我们前进 面对新的机器设备 和新的管理模式 他放开思想 大胆设想 反复细致地 与操作人员一起深入机台 研究创新 攻克技术难关 他虚心向各操作师傅 请教操作技巧 反复琢磨 并根据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经验 和生产时间 制定出一套新的操作规程 他创新了 粗杀无包头操作法 从根本上解决了 因操作不当 造成的质量问题 2019年在李庆海 带领创新工作室的员工 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断提升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李总呢 他注重方式方法 预示呢 特别细心细致 辅助弱势 能够营造一个和谐的工作关系 他对工程技术 有着深刻的研究 他不仅精通原料的配方配比 而且对吹丝 收集 加入理论知识 非常精通 尤其是在成立创新工作室之后 先后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十一项 发明专利两项 被自治区发改委 认定为自治区级工程实验室 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孙兽峰 是乌海市海南区综合执法局 农区建设管理监察大队的大队长 他的本职工作 主要是负责农区建设管理监察工作 自2014年9月至今 受组织派遣到乌海市海南区 西卓子山街道办事处 塞汉乌宿村 三个村民小组 担任联合党支部的第一书记 负责扶贫工作 塞汉乌宿村农牧场 头盗砍村民小组 六年前污水横流 垃圾堆积如山 废弃的眷舍 和残垣断壁的土墙随处可见 满村臭气熏天 村中没有一条完整的道路 他和队员们住村后 先是打通了多年未通的环村路 把左一堆右一堆的陈年垃圾 清除了村 又对黄河岸边垃圾 做了拉土覆盖填埋 村子变得干净了 黄河之美到此彻底彰显 孙兽峰带领工作人员 积极落实两不筹 三保障政策 他先从村民的住房问题 开始入手 开微房 规划建设新的集中住宅区 村民们的意见不一致 他就仔细研究房屋改造方案 利用晚上村民们的空闲时间 组织村民们开会 征求大家意见 通过他和队员们不懈努力 黄河西行客栈房屋改造方案 得以实施 在拆迁安置中 他积极帮助老百姓搬家 牵过牛 赶过猪 是农牧场 头盗砍村民小组的 146户村民 住上了上下圈梁 结构柱 现胶顶 通上下水 带卫生间 抗八级地震的房屋 让村民住上了放心房 睡上了安稳觉 圆了几代人的 安居梦 从脱贫工坚工作开展以来 孙寿峰同志放弃了节假休息日 还要利用晚上的时间走村入户 为村中建当利卡贫困户申请产业扶贫政策 落实健康扶贫政策 为贫困家庭再小生 申请教育扶贫资金 为发展产业的农户申请金融扶贫资金 严格将扶贫政策落到实处 做到政策不落一户 防止建当利卡户因病 因学等情况 置贫反贫 同时在他多方积极协调沟通下 为八个村民小组安装了十台饮水机 极大改善了农区村民饮水品质 他经常入户走访 了解建当利卡户意愿 结合建当利卡户的现状 解决村民就业问题 他积极和工程建设公司对接 在建设家园的工程上打工 兼工 他对接阳光田宇公司 以金融加产业加贫困户的方式 解决部分建当利卡户的就业问题 优先安排建当利卡户 到村内的公益岗位上工作 对没有劳动能力的建当利卡户 申请落实社会保障兜底政策 他还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政策的落实 解决了建当利卡户 因老弱病残 缺乏劳动能力 农业生产收入低的问题 并将建当利卡户 加入海南区农副产品销售群 为建当利卡户 解决农储产品销售问题 我是受害人数除了 我受害人我就对解了 然后我们俩都要掉 盖不成花 所以对保护我们 给我想的保护 我们就在前面 一直从着就死 一个月八百四 他对我们家保护是挺大的 我们家有上空来 他就走走的来了 T恤这T恤那对我们保护 我们俩让住院 去医院看过我们 我们是挺改动的 这就是保护我们 我们上开了小店 买点疗法来 汇水菜来 就是我们拿一点收入 我们现在是生活是越来越好 所以对保护我 我是感激不讲 对话我记得了 疫情期间 孙兽峰牢记使命担当 带领广大党员群众 冲在一线 干在一线 在疫情阻击战中 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 一直在村民小组的检查站职守 负责登记 排查进出村的人员 车辆信息 同时参加了 村委会排班的 夜间职请工作 还为塞汉乌宿村 疫情防控 职守点 捐赠物资 连有需要的村民 购买生活用品和药品 哪里需要 它就在哪里 它不具困难与危险 为守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竖起一道 安全屏障 41岁的王宝源 是海南区八阴桃亥镇的 一位普通农民 在党的复民政策的引导下 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拼搏 终于成为了远近文明的 养殖大户 致富能手 因为家庭贫困 不得不放弃学业 开始了打工生涯 当时家里住的是要倒塌的土房 靠仅有的十基母土地生存 难以解决温饱问题 穷则思变 一个科学饲养的新思路 在年仅22岁的王宝源的脑海中 形成了 靠自己给别人打工时积累的资金 决定发展养鸡事业 当时困难重重 缺资金 少设备 没厂房 缺钱 找亲戚朋友借 简陋没机设 用土夯 他就凭借着仅有的 是几千元钱 和自己坚强不息的决心 克服所有困难 将前期工作准备就绪 2001年 通过艰辛的努力 他获得了不错的劳动经济效益 人虽瘦了一圈 但腰包却鼓了起来 在艰苦创业的路上 看到了光明 我们为了把机腰好 构建了这个缺过目前最写见的 腰机设备 里面的网度 湿度 花锦控制 设备都是最写见的 就是为了把里面的花锦控制好 花锦好了 然后挤的身体就好 挤的身体要好 他下的带凭着就够 为了理想的目标 他扩大了养殖规模 2007年9月 他正式注册成立 乌海市保园农业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以生产商品蛋 和加工饲料为主 公司总投资400万元 占地面积260亩 日产商品蛋能力3500公斤 随着设备及各项管理体系的逐步完善 如今王宝园的公司 已经形成了产供销 一体化经营模式 成为了乌海市最大的 蛋鸡养殖公司 也是乌海市规模较大的农业开发公司 目前东方红村已成为远近文明的养殖大村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化结构调整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这个中文化养殖场 经过几年的努力 现在也有了自己的能力 可以保住住别的群众 以他们一些灵活的就业稿位 帮助他们卖他们的鸡蛋 它可以收复农户的玉米 保育的这种做法 我们缺甲都很支持他 以后也会一直支持下去 一花独放飞盛景 万子千红 春满园 他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自己富了不算富 大家都富才算富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最终目的是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 几年来 在他的带动下 每年都有几户 通过养鸡都脱贫致富 过上了小康生活 由于他善学习 懂经济 强管理 使自己的各项事业 蒸蒸日上 他不仅安排了剩余劳力 减轻了社会压力 而且还帮助村民 吸收大量的玉米 同时产出大量的优质饲料 真可谓一夜星 带动百夜望 一人妇带动全村妇 平时我们在家还能务农 务农学下 就是还能来王主这儿担机 王主就给我们提过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还能搞王主 还能学习这个 要制的技术 王宝源在富乐的同时 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这块热脱 靠自己的拼搏和年轻有为的创业精神 带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 相信在党和政府的优惠政策的支持下 他会将他的事业做到蒸蒸日上 从而带动一方百姓 共同脱贫致富 我是1997年入的党 党亮了23年 是一年缺割主治医师 从2003年呢 开始就带上蓝风中社区 维生服务中心的主任 作为集团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呢 我希望和同志们一起共同累累 把社区维生服务中心的各项工作呢 干好 对面呢 我们一直也是朝着这个方向 共同得力的 是些老百姓心中 正正的借口什么样的目标 现在我们承担着辖区 7万5千名局面的 国家基本公共维生服务 和基本医疗服务工作 我们中心成立以来呢 就是说主要 就是启动了建立这个 健康大爱的工厂 为了加力玩 居民的信息真实地记录下来 汇总了一个家庭关系图 顺略着我们就是说 每个职工 挨家而后去建这个 居民健康大爱 第一次我们建这个大爱以来 就是说 居民很多人不了解 但是我们主任 顺略挨家而后去 解释这个 居民健康大爱的好处 但是我们领导是相当累的 每天就是他 白天一字舞 这个作者 地友 我们其实是在 大爱的工作模式 为了严加国家检查 除此刚好自己等单位的工作之外 主任还走着我们缺席 uncomfortable 当度学习代理 折理 打二 业绩检查 主要身体还不好 他还依然平面地工作 但是最后我们以国家96%的美育车积 换到了国家第四 这个车积对我们来说很厉害也很珍贵 我觉得我们付出也很值得 中心刘主任只要考虑到部分老年人 及心脑胸壳疾病的后遗症患者 还有残疾人就不方便了 首先考虑到建立家庭病床 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内容 主要是建立健康档案 定期查床 基础护理 比如说静脉疏液 灌肠 导尿 我们中心四楼还开展了传统中医 比如说针灸 拔罐 刮沙 想要捏几等服务项目 我们主任为了给辖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们现在组建了家庭签约服务团队 成立了家庭签约服务团队的工作室 将辖区内的老高堂患者 进行了封队管理 进行封片包干 团队协作 然后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 以家庭为单位 以重点人群为中心的 签约服务管理模式 然后让我们这个辖区居民 得到更好的服务 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医生朋友 感谢这个家庭医生为我们家做的惠民服务 尤其是像我们家老人 人家家庭医生来这儿更像服务特别好 特别感谢这些医生为我们家做的服务 在新冠疫情发展以来呢 我们的雷主任他每天都保持 手机24小时开机 每天工作都很晚才能休息 有种人都能轻易轻易地完成女校工作 我们都非常敬佩他 就这样 雷在蓝夜已尽日 严谨细心地持续工作着 在这场看不到香烟的战场上 全力打赢疫情反控阻击战 为海南人民的生命健康 守门护航默默奉献者 1995年8月 杜老师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切向往 来到海南区扎根岛这片热土 为海南区的教育事业 做着他最大的贡献 一直热爱的静走运动 让他在上课的过程中 通过与孩子们的玩耍互动 发现了很多适合体育运动的苗子 他带领学生不断刷新体育运动成绩 提高学校体育运动的整体水平 杜老师在训练中严格要求 大到整体技术动作 小到动作分解 都是他手把手的教 由于静走的技术特殊性 要取得好成绩 有着很多困难 针对这些实际情况 他对学生们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症下药 形成了一套适合学生的特殊训练方法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是一年过来 就看见发现 发现我给他爸 他妈说过 人生学习挺好的 班里前三名学生 家长不愿意 小孩体能也好 身材也好 你看其实张学个儿不高 一米七 但他特别有成 身材非常好 看见现在黑手黑手 但是人不是很胖瘦 他主要说你的体能 就是体质好 很精彩 很精彩 我当时就看了他 人家过练了十一天去 我还是拿冠军托几领 我就给他们家人说 你这小孩 你要好好来准对他问 有可能无法实际管理 他们都说我胡说的 就都说给说的 他这样子 完了我说那你父母同意 他父母同意 就那么去 张大爷也是 叮演去第二年就成了我这样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杜老师的学生张瑶 杜老师在平常生活中 态度和蔼 平易近人 在工作中 脚踏实地 教学严谨 专业训练知识 丰富精湛 认真对待每一个队员 发掘每一个队员的潜力 认真负责 令人钦佩 杜老师性格粗犷豪放 但照顾起孩子来 却像为细心慈爱的父亲 每当孩子们 因训练受伤时 他总能温柔地 为他们服药 运动员体能消耗大 需要充沛的营养 杜老师隔三差五 会为孩子们准备一些水 极大的解决 孩子们的所需 杜老师是一个 特别关心爱护学生的一个老师 他不仅在专业上 有读到的方法 对学生 也是特别的关心和爱护 孩子们特别喜欢上他的体育课 花开总有蜜蜂来 杜广军老师的扎实 踏实和务实 得到了领导和同事及社会的认可 在他的带领下 海南区一小连续七年 获得乌海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团体总分第一名 连续八年 获得海南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团体总分第一名 领导和老师们 看到了海南体育教育发展的曙光 杜老师既感到一种被认可的幸福 又感到肩上的 担子更沉了 他多次向自治区选送人才 将自己心爱的队员 张瑶 娇双双等人 输送到了内蒙古竞走队教练 阿拉坦出训练 并都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这就是杜广军 玩命工作 爱笑儒家的杜广军 他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满腔热血 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一个体育教师 平凡而朴实的人生 张俊玲 乌海市海南区 西卓子山街道办事处 环卫绿化队 一名普通的清洁女工 多年来 一直从事的环卫工中 最脏最累 条件最差的工作 清洁工 不管是工作中 生活中 只要遇到行动不便 或者需要帮助的老人 张俊玲都会义不容辞 示意援手 帮助他们 掏炉灰 倒垃圾 这种浮为济困的精神 感动着人们 从而是爱心得到传递 为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家庭 做出了一位环卫工人 应该做的 对待同事 像春天般的温暖 时时刻刻 把同事们的事挂在心上 不管谁有困难 他总是问寒问暖 帮助解决 生活中谁有困难 张俊玲总是想方设法 帮助解决 他把同事当作兄弟姐妹 把环卫公司 建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干清运工作 必须将西水地区的生活垃圾 全部倾倒一遍 每天路过街面时候 看到清扫的姐妹们 有垃圾还没来得及 捡食的时候 他就赶快上前帮忙 就这样 不管是公司配出干集体活 还是私下里姐妹自己片内的活 只要需要张俊玲的时候 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帮忙 他认为 环卫工作是创建文明城市的 首要条件 只有搞好环卫工作 才能提高一个社区 一个城市 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形象 张俊玲走街串巷 奔走呼吁 用一颗滚烫的心 走访了一户又一户居民 说服了一名又一名 以真情引导人们 自觉爱护公共卫生 多年来的辛勤劳作 积劳成疾 张俊玲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 让他请假休息 可他坚决不同意 有时候哮喘厉害了 就利用下班时间打点滴 输完后接着上班 就这样 溪水的居民区 多了一名挺直身板干活的 环卫工人 当班期间 挥动肩膀铁锹 推着小车 装着垃圾 保证做到垃圾的日产日清 有一次 装垃圾的时候 捡到一部手机 张俊玲下班后 努力找到施主 并把他归还给了施主 当施主表示感谢时 他只是笑笑说不用了 谁捡到都会还给你的 环卫工作是个又脏又累的活 由于世俗观念的缘故 常常被一些人看不起 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工作 却涉及到千家万户 与广大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体现着城市精神风貌 但要热爱这一行 干好这一行 没有崇高的思想境界 是不行的 张俊玲说 吃喝拉撒 人之常情 既然社会需要还位工人 我就乐意干好这一行 如果嫌脏 你不干 我不干 我们的人居环境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脏累的工作 能净化人的心灵 艰苦的工作 能锻炼人的意志 正是靠这种对环卫事业执着的爱 靠这种无私的敬业精神 默默无闻地发挥着光和热 所以一直被居民赞扬 中国梦 劳动美 劳动是产生一切力量 一切道德 和一切幸福的 威力无比的源泉 我们要尊重劳动者 保障劳动者权益 让劳动者共享成果 未来 海南区总工会 将仅仅围绕海南区重点工作服务中心 服务基层 服务职工 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通过辛勤劳动 创造幸福生活 我们的祖国 必将更加繁荣富强 人民的生活 必将更加富足安康 弘扬劳魔精神 建设美丽海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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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海南区全体之工 五一劳动节快乐 祝海南区全体之工 五一劳动节快乐 弘扬劳魔精神 建设美丽海南 祝海南区全体之工 五一劳动节快乐 海南的父亲们 大家好 我是杨嘉玉 劳动创造价值 劳动成就梦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了梦想而努力拼搏 在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 祝家乡所有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 同时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虔诚自己 未来可惜 让我们一起加油 弘扬劳魔精神 建设美丽海南 祝海南区全体之工人员 五一劳动节快乐